112年妇女节感恩母爱及慈善志工招募广宣欢庆活动 19号晚上是在嘉明春的多功能集会所举行 理事长何秀兰表示这是嘉明春第一次举办大型活动 有600多位乡亲一起来参加 在秀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乡面代表会主席洛晏林 还有在场的长官募得很多的摩采品及加码现金 让乡亲非常的开心 秀林乡嘉明春集会是9号晚上办理 112年妇女节感恩母爱及慈善志工招募广宣欢庆活动 共计有600多位乡亲前来碰上盛举 理事长何秀兰表示在理监事和子宫努力之下 大家团结一心来办理这项盛事 我们今天针对我们嘉明的设计发展协会 承办了妇女会的活动以及志工招募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设计发展能够运作下去 以及跟隔壁的协会交流 设计相当文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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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表会主席洛晏林 则是相当感谢协会团结一心为设计做事 我们今天的最大工程就是嘉明设计发展协会 理事长还有我们所有的理监事 我们也给他掌声好不好 掌声 江长就是希望看到一片的和谐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县长 这也是我们副委员所希望看到的 部落的和谐可以迈动部落的发展 我们社区的各个志工各个理监事的帮忙 今天来到现场有500 我们的军发出了540张 所以我们现场有540个人不包含我们的贵宾 但我觉得很惑心很温暖 我希望表示前来参与的贵宾相当多 包括六月副文器服务室主任博江生 幸福北极服务中心副主任游黄明 鲜眼陈美莲修林相买代表的同仁们 和六百多位乡亲共同来欢度快乐的假期 接着就让我们讲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